最近,网络上流传着逐道大方大招,黄晓明那家同流日本的新闻,引发热议,8月17日,主委为两人正声,表示这则新闻未不实消息,主委发朋友圈录是冒名顶替的理鬼们,打着自己的旗号放假消息搏眼球。 主委一直自称大陆第一狗仔,向逢小哥与神秘美女过夜偷拍,李右斌和史蓝牙相差16岁望年恋曝光,陈道明与左小金纳飞文,刘芳飞琳丽叶电影臭大款等等娱乐圈个爆炸性新闻,都出于他的手,连主委都被两人辟谣了,这件事肯定是不存在的。 黄晓明与baby两人是在2009年5月相识,黄晓明对baby几位关照,主动把他介绍给华裔的几位老板,之后两人便传出恋情,逐渐两人产下女儿时常会秀恩爱,黄晓明很会保护自己的老婆和孩子,虽然爱借他老婆的评价不怎么样,但黄晓明依然不离不弃,在中餐厅真人秀节目中连线baby, 可以看出他很爱baby引任何机会都会帮助老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